第一个我觉得还没有教过可能还没有教过的是图层 在Blender里面有图层的概念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有很多格 这个其实就是10个图层20个图层 那这20个图层当然你通常不会用到那么多 除非做的很复杂 那我先示范一次,什么叫图层 我按Shift A,我新增一个猴子头 再Shift A,再新增一个点点圈 然后呢,再Shift A,再新增一个球 那现在我有这么多东西放在这里面 我们按F12,你会看到OK,这四个东西都在里面 那猴子头好像外面了一点,拉回来一点 OK,那这四个东西都在里面 现在这四个东西呢,在哪里?在第一个图层 所以第一个图层上面有个点,其他图层都没有点 那我能不能只看其中某些东西呢? 其实是可以,我按M 我按M的时候呢,它会出现这个图层 我把它移到第二个图层 你会发现猴子头不见 猴子头不见 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下面 有一个点两个点 第一和第二个图层都有东西 如果点第二个图层,就只有猴子头 点第一个图层,就有刚刚的三个东西 OK,我可不可以全点呢?可以的 我两个都点猴子头和其他东西都出现 OK,所以这就是图层的概念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只想到其中一些东西 不要其他东西,那你就用图层把它分开 不需要把它删除,你只要把它图层分开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今天把9按连连圈 再M到第三个图层 现在三个图层就有东西了 我如果这时候按M12 只有猴子头和立方体 那因为我只选一二图层 如果只选第一图层,就只有立方体 只选第二图层,就只有猴子头 只选第三图层,就只有9按连圈 那如果我三个都选 那就照刚刚的全部的东西都会进来 OK,那这就是图层的概念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 使用Blender的图层 先练习一下 OK